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8月2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 佩洛西反台 咱们叫窜访台湾 我记得前面已经聊过一次了 当时我认为佩洛西反台 大概是60%的概率会去台湾 40%概率不去 那照目前这个态势来看 这个去的概率非常大 为什么呢? 现在说CNN已经报道了 这个佩洛西今天晚上就8月2号晚上10点 抵达台北 然后酒店都已经订好了 都安排好了 而且还要见蔡英文 那就说明我判断大致正确吧 60%可能要访问台湾 但是还有40%可能要取消 因为在他到达台湾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这个谁也不敢说死 因为这个都在佩洛西一念之间 佩洛西连这个拜登也管不了他 对吧 他是自己管自己 那么佩洛西这次从美国出来之后 搞了这么大一动静 这两天也有一些变化 所以呢 咱们有必要再分析分析 聊一聊 说这个之前 我先告诉大家 在我做这个油管频道之前 我对这类的新闻基本不感兴趣 我从来不关心 谁去台湾 谁不去台湾 然后台海演习 美国派第几舰队 派哪个航母 又到台湾了 又到什么东海 又到南海等等 我对这个根本就不看 我认为这就是口水战嘛 没有必要咱去牵扯金律去关心这个 扯来扯去扯了几十年 还不这样吗 但是呢 现在不一样了 一个呢 因为咱们既然做这个 类似于时政频道吧 要带大家了解中国嘛 那咱们对这个热点事件 那必须要分析分析 第二个呢 现在的情况还真跟几十年前不一样了 这就是变化 我想大家也能感受得到 我刚才说了 百分之四人可能取消啊 为什么呢 因为佩洛西现在应该是在新加坡 对吧 从新加坡访问完了之后到台北 那么新加坡啊 我认为这个里面就起很关键的作用啊 这个李显龙啊 这个新加坡的李家啊 那绝对是人中龙凤啊 新加坡是个弹丸之地啊 弹丸之地 对不对 现在也是风生水起 主族轻众啊 发展的也不错 这跟他们的这个眼光啊 格局有关 新加坡加在中美之间 他能游刃有余 不能不说啊 这对父子啊 有两把刷子 你看啊 就是我关注了一下 你看李显龙到了美国 他不跟美国同调啊 一起抨击中国 他到了美国之后呢 他反过来 劝美国要理解中国 不要孤立中国 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BBC啊 或者什么CNN的报道都有啊 李显龙到中国访问呢 你看 他更多的是鼓励中国开放 所以他夹在中美之间 游刃有余 那么我想啊 这个佩洛西到了新加坡之后 李显龙跟佩洛西说什么呢 有什么好聊的呢 对新加坡来说啊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亚太地区啊 要稳定 一旦亚太地区乱了 那个新加坡 难免啊 深受其害 因为新加坡毕竟 国土面积小啊 就是个城市啊 他经不起任何冲击 他也不像中国 不像印度 甚至都不像越南 好歹人家有宗生 对吧 人家还能种点粮食 所以他更加关心 这个 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这个 和平和这个局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李显龙啊 新加坡是最不希望看到 这个台海局势 有什么变化 最好能够平稳发展 那么他结果有可能 劝佩洛西 你往台湾跑 有什么意义吗 你去台湾能干什么 现在大陆的这个声调越来越高 你这个时候去 那不就是硬顶吗 不好收场 所以我觉得李显龙 估计会劝佩洛西 放弃 打消 创访台湾的这个念头 所以我认为 还有40%可能啊 会取消 会出现变故 如果啊 佩洛西 是从日本 或者从韩国 出发 说下一战是台湾 那我认为大概率啊 就不会出现变故 肯定去台湾 因为日本肯定会拱火啊 对吧 让他去 不去是孙子 对吧 所以他们肯定会给佩洛西啊 创访台湾 再加把火啊 佩洛西 更没有办法下台 但是我们说回了啊 这个佩洛西啊 你不管是以什么方式 你只要到了台湾 到了台北 这个按照咱们这个外交部 对吧 这个赵立坚的 还有胡锡进老师的 民间代表 还有这个国防部的 等等吧 这一系列的这个官方的 还有民间的表态 看这都是禁忌啊 佩洛西 你就不能到台湾 你不管以什么身份 一飞机坏了 对吧 倾听台湾 或者说急着要上厕所 台湾上个厕所 这都是不允许的 但是我刚才说了 佩洛西60%可能 肯定是要到台湾的 那咱们以前的视频 分析过了啊 只要佩洛西到台湾 不管中间发生什么摩擦 冲突 咱们肯定是中国啊 或者就是解放军 或者大陆吧 肯定是吃了个瘪 吃了个暗亏 那他一定要找补回来 怎么找补 咱们以前视频也说过了 无外乎那留七种办法 我在想啊 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呢 以我的观点来看啊 佩洛西反不反台 去不去台湾 有什么关系啊 爱去不去 总之 你台湾不能独立 你要独立 我就不择手段 只要你不独立 你爱咋整咋整 那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那为什么现在到了这一步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巴掌拍不下 现在是三个巴掌 四个巴掌在一起拍啊 中国呢 也在完全拱火 这个咱们都分析过很多回了 这十几年来啊 咱们开始偏左了 什么战狼 厉害了我的国 东升西降 你说在这种熏陶下 这个国内气氛 那是不一样的 自己啊 慢慢的把自己架到火上去了 下不来了 你要搁十几年前 这就不叫事吗 双方再给个面子 你佩洛西爱去不去 降调处理了 你想拱火都拱不起来 但是现在不行了 你从大陆这边看 这火是越烧越旺 台湾也一样呢 不停的在完全拱火 在试探底线 他就是想拓展他的空间 所以他就希望这些西方的政客呀 尤其是这种议长 那好歹也算是国家领导人呢 不管他以什么身份来台湾访问 那也是给台湾加分的 所以他也一直万全拱火 那就还有那些美国啊 台湾或者是那些在野党 他们也希望万全拱火 希望佩洛西把这个水呀 再搅一搅 再添拔火 把它烧旺起来 所以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这三四个巴掌一起拍 肯定就响了 而且越拍越响 越拍越乱 我觉得从中国角度来说 一手好牌打烂了 相当把自己啊 架到火上去了 现在佩洛西 人家就要降落台北 你怎么办 你也不敢把他击落 虽然啊 这个国防部啊 还有这个什么 东部战区司令部 还有这个民间人士 胡锡进 这个声调一个比一个高 但都没有用嘛 你吓唬不了佩洛西嘛 人家就是王八吃了衬托 铁了心了 就要去台湾访问 那现在所有人都看着大陆 看着解放军 你该怎么办 现在该你出牌了 实际上手上 没什么太多牌出啊 因为你阻止不了啊 为什么说一手好牌 现在打的没得选择呢 这就跟这十几年 这个左转有关系 自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堵得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逼上两张 自己下不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啊哥以前呢 这都不叫事啊 我刚才说了 这个中宣部就给你解决了 还能得着麻烦解放军吗 也能不着这个什么 胡锡进老师擅长啊 中宣部给你解决了 为什么中宣部能解决啊 你看啊 佩洛西如果执意 创访台湾成功了 中宣部他就可以宣传了 说美国已经外强中刚 民生凋敝啊 你看现在通货膨胀 很多人排队 排五六个小时 去领那些免费的救济品 过日子 纽约的很多街区啊 已经爆发了大面积的什么 零元购 总之是民生凋敝嘛 然后美国政客啊 妄图通过外部冲突 转移国内矛盾 说明历史彻轮滚滚呢 胜利输入我们啊 我们坚决不要善荡 他们这些个别政客 妄图挑起中美之间的冲突啊 转移国内矛盾 所以我们坚决不予回忆 粉碎美帝的阴谋 你看自圆其说啊 如果佩洛西在咱们一再警告下 他不敢去台湾 那更是我们赢了 对不对 美国更是外向中干啊 我一警告他都不敢去了 美国啊 别看他现在还是世界第一强国 但是呢 他的尊实科技 政治领域 国内生产 各方面已经全面落后中国 早就已经外向中干了 经不起任何大风大浪 像一棵腐朽的大树 随便一推就能倒 如果佩洛西不听警告 执意前往台湾去访问 那咱们开火了 咱们动手了 那也是我们一寸都不能少啊 寸土逼真 何况是台湾岛呢 现在咱们既有底气 又有实力 早已做好了准备 敢于跟美帝硬碰硬 终究胜利输入我们 如果这个佩洛西去了 咱们没有开火 那就说明我们没有那么冲动啊 咱们有战略定力啊 咱们才不会轻易上当 咱们不能做 让美国政客 转移国内矛盾的阴谋啊 得逞 我们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韬光养晦 门声发大财 就是不管出现什么的结果 胜利啊 都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中宣部非常熟这一套啊 对吧 我们有很多种选择啊 不管哪种选择 总之胜利是我们的 但是现在 你再这样就不行了 你已经没有路可选了 现在已经建在悬上了 大家的调门一个比一个高 现在是比谁调门高 谁调门降下来 谁就是卖国 谁就是孙子 谁就是美帝的走狗 投降派 所以现在互相比调门啊 一个比一个高 谁也不敢主动建调门 那看这事怎么办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吗 但是啊 我现在在网上 也看到一个声音啊 就是以前啊 这些什么左派大威 什么爱国正能量 也有很多人 现在开始建调门了 说我们要有战略定力 我们不要善弹 我们可以冲突 可以摩擦 但是不能跟中美之间开战 平常啊 这些人可是喊打喊杀的 都是美帝 枉我之心不死的 一切都是美帝啊 但是这回建调门了 为什么 因为真打起来他们是真吃亏啊 他跟咱们韭菜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人 他是人在中国 但是他的财产 他的妻子 儿女 对吧 等等 他的身家 他的事业 在美国 人在中国是挣钱 访美 那是工作 老婆孩子财产 搁在美国 那是生活 中美之间的冲突 永远停留在嘴上 不能真来 来真的 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些人 比如家头 我还看到啊 晚上传言 我不知道真假啊 说胡锡进老师的儿子 现在移民到加拿大了 我没有核实啊 不清楚 晚上有传言 要是这样的话 那不就滑稽 可笑了吗 因为前两天啊 胡锡进老师 还中门发了个微博 说啊 他当过兵 对吧 他是退伍军人 然后他还当过战地记者 他现在退休了 但是只要国家号召 他毅然会再次拿起钢枪 冲到前线 我一点都不怀疑 胡锡进老师 他的这个可信度 真实性 他的忠心 还有他的这个诚意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在战场上 遇见了他儿子怎么办呢 他儿子代表加拿大 那是美帝一波的 这是父子相残呢 这清和一看呢 胡锡进老师不愁 我都有点愁了 你知道吧 这是灭绝人伦的 父子相残呢 当然我还强调一下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儿子在加拿大 如果关中美之间对抗 那还好说一点啊 但是前两天 就是7月30号 瑞士联邦政府 经济事务处 国务秘书 叫英埃辛 在接受新苏黎世报 采访时表示 如果台海有战事 瑞士可能会采取 相应的欧盟制裁措施 他指出 对中国的制裁 对瑞士来说 比对俄罗斯的制裁 更激烈 因为双方的经济关系 更重要 他还表示 但我希望永远 不会走到这一步 咱先别说瑞士 什么中立不中立了 在当前这个情况下 没有绝对的中立国 这个大家要理解 问题是瑞士 他要制裁中国 那这麻烦就大了 这一下 也把韭菜给吓着了 那瑞士 你说再掏这个 什么名单出来 或者是以前 传闻的那一名单 对吧 瑞士说 这就是真的 背书一下 在媒体发表一下 那不就相当于核弹吗 所以瑞士制裁这一招 那才叫狠招 直接就捏住了脖子 掐脖子了 这是下死手 这瑞士一旦把这个 他掌握的这些 他那个银行的那些 客户的资料 给你披露一下 那得多尴尬 何着那些 天天喊打喊杀的 人人都是家头 巨量的财富 存在瑞士银行 人在中国爱国 只有韭菜傻 据说 这个也没人能统计 据说 中国的富人 在瑞士的财产 有1万亿美元 能解决三个很大 有这1万亿 把中国发电厂的 这个窟窿 捡得给补上 保教楼都不是问题了 本来 我认为 这个大陆 对台湾 对美国 来硬的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我认为 咱们不争馒头 挣口气 必须要给美帝一个教训 但是哪知道 瑞士在背后 下阴招 下死守 这个 我感觉 不容乐观了 所以 中美这些冲突 是冲突不起来的 你好不容易运到美国 运到瑞士的财富 财产 你一冲突 它就没了 你谁干这傻事呢 所以 现在当务之急 是想一想 怎么把国内的这些韭菜 给它安抚住 这些韭菜 现在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根据咱们这么一分析的话 那现在最盼着 不能动手的 最担心中美之间 要干起来的 恐怕就是 家头这样的 润了不少财产出去了 放在瑞士或者美国 但是人没出去 这就麻烦了 我记得 我有一期视频 是不是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讲到的运 我说你 如果把财产运出去 你人也出去 那是最好的 要么你就在国内待着 财产就在国内 这是也不错 有可能面临着 这个银行暴雷 有可能面临着 房地产烂尾 对吧 你的财富少了 但是你有办法 维权 总之 你自己还能使上劲 最怕的是那种 就是财产在外面 人在国内 这个才叫 风箱里的老鼠 两头受气 你看 现在就体现出来了 这些人是最不希望 中美教真干 平时嘴上喊着干 是可以的 嘴炮互相灭国 十次 一百次 但是不能真的交火 反而是这些 要么财产在中国的 人也在中国 要么财产在美国 人也在美国的 这些人无所谓 看热闹 你们爱打不打 反正我就是韭菜 我啥也决定不了 我只能看热闹 所以说这么多 本质上是看看热闹 大家都期待着 现在该谁出牌了 你倒是出牌 大家都等着 狭路相逢 勇者胜 这个时候不能退缩 伸头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所以说来说去 啰嗦这么多 本质上什么意思 首先第一个 大家都不希望台海有事 维持现状是最好的 但是毕竟有人 有一股势力 他需要在这闹事 因为他各种原因 交织在一起 佩洛西访台 能够引起传球的目光 这本身就很罕见 因为佩洛西 他去哪 是他的自由 对吧 他去乌克兰访问 怎么就没有这么多事呢 俄罗斯还跟乌克兰在交战呢 怎么俄罗斯不说 把佩洛西的座机 给他打下来呢 去了也就去了 他为什么到台湾 就能搞去这么大一个事呢 然后全球啊 可能有十几亿人吧 都不止吧 密切关注着佩洛西 一举一动 所以说现在为止啊 佩洛西是唯一的赢家 这是绝对的 我总感觉啊 在中国 可能佩洛西的这个名声啊 比拜登要大了 可能很多中国人呢 不知道拜登是谁 但是佩洛西 大家都知道了 老妖婆 肯定是这个形象啊 他的知名度 可能要比拜登要高 所以说佩洛西 个人他是赢家 而且他也不会死 不可能把他干掉 所以佩洛西 回到美国之后啊 风光无限 但是留下一地鸡毛 对吧 留下了这个窟窿 或者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那谁来买单呢 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我在上一期视频 已经说过了 对台湾的影响很大 真正的台海危机开始了 然后呢 对欧乌战争影响大 欧乌战争啊 本来现在是安不就班 俄罗斯啊 是叫穷途目录吧 失败啊 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现在呢 可能就增加了变数 美国援助乌克兰 租借法案400亿 那现在可能要追加到800亿 你不追加都不行 所以从这一点上说啊 我觉得南希佩洛西 这个人呢 很自私啊 不管他是什么目的 抱着什么充高的理想 民主自由 假之观 但是事实上造成的恶果啊 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这是非常大的 有多少人 就是为了佩洛西 这么炫一下啊 高调的政治秀 而白白的献出生命 所以从这点看啊 我觉得佩洛西 这个人非常自私啊 不管你打着什么旗号 佩洛西 打破了游戏规则 本来大家都说好了 就是玩嘴炮 对不对 大家都是吐口水 不能来真的 结果来个佩洛西 非要换钱 再进一步 要挑战底线 这一下我们吐出去的口水 咱还能收回来吗 不好收啊 总之啊 不管佩洛西 创访台湾成功不成功 不管后来 大陆怎么报复这事 他的后果 对权贵的影响 远远大于韭菜 韭菜差不多已经见底了 也就这样 那权贵的财富 可能要被没收啊 一辈子心血 富之东流啊 所以啊 这个佩洛西 访问台湾不访问台湾 成功如否 韭菜就是看个热闹 答案呢 几个小时以后就揭晓了 后续的影响 咱们可以继续关注 是不是跟我第一个视频 说的那样 总之啊 现在该谁出牌了 咱们看着 你到底出什么牌 让我们一起啊 拭目以待 看看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它能打出什么牌来 好这期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